HELLO 大家好,我是赤狐 歡迎收看今天的遊戲閒聊 從我開始做Switch遊戲的影片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 我自己也有最喜歡的遊戲,也有最常玩的遊戲 但有一款遊戲它真的很特別 只要我的影片中有出現這款遊戲 下面的留言就一定會有幾分幾秒是什麼遊戲 這也是我做影片到現在詢問度最高的一款遊戲 雖然說我以前就有做過介紹影片了 但可能時間真的太久了,大家都沒有往回頭看 剛好這款遊戲跟我當初介紹的時候相比 它有系統的更新,甚至還推出了DLC 所以為了讓大家不要再問了 這次就來做難得的影片類型 Bad North 嚴酷北境,遊戲再次介紹 為了方便大家不需要再次回頭看之前的影片 我這邊還是會簡單介紹一下這款遊戲的遊戲內容 Bad North 嚴酷北境,是一款即時戰略遊戲 但它的即時戰略並沒有像是世紀帝國那樣複雜 你不需要建造,也不需要採集資源 唯一要做的就是在一個又一個的島嶼上 派出你的士兵們守護島嶼,遊戲中的兵種一共有四種 分別是遠距離的工兵,有盾牌能防禦的步兵 站在原地才會強的槍兵 最後是什麼兵種都不算是的初始冥兵 我們一開始就只會有兩組冥兵 在保護島嶼的過程當中 主要需要保護的目標是島嶼上的防止 敵人上岸除了會攻擊你之外 另外他們會優先破壞防止 而當回合結束的時候 剩餘的防止會轉換成你能獲得的金幣量 防止的大小也會決定金幣的數量 如果真的必須取捨 就可以考慮從小防止開始放棄 這也是這款遊戲的戰略因子之一 而當回合結束,你順利拿到金幣之後 這些金幣就可以用來強化你的士兵 民兵可以花錢升級成另外三種兵種 而升級後的兵種目前沒有分支 只能一條路強化下去 除此之外每個兵種都會有專屬的技能 這些技能同樣也需要透過金幣來獲得 也因此在一路上的戰鬥 金幣的數量對遊戲後期的影響非常重大 剛剛有提到一開始只會有兩組士兵 但你們看到我畫面中會有三到四組人馬 不過在我說這個之前 要讓大家知道這款遊戲的行進方式 遊戲的進程是在一個又一個的島嶼上成功守護 每完成一定的關卡 右邊的黑色迷霧就會解開一些 而想要順利從左邊的島嶼打到右邊 就必須要在相連的島嶼之間行動 沒有相連的島嶼你是沒有辦法過去的 而決定要保護哪一個島嶼 除了看它們的房屋數量之外 另外就是看它有沒有額外可以獲得的東西了 這個東西就包含了道具跟士兵 有些島嶼的下方會有旗幟 這些旗幟代表的意思就是這邊有原始的士兵 也就是當你遊玩這些關卡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組額外的士兵使用 初期遇到的幾乎都是民兵 後面就會是有兵種的士兵 而兵種跟兵種之間不能轉換 所以判斷自己需要哪些兵種也很重要 先說回到遊戲地圖 除了可以獲得士兵之外 有些地圖下方會有問號出現 這就表示這個島嶼上有額外的道具 只要成功守護這個島嶼 你就可以獲得遊戲中為數不多的裝備 每個兵團都只能穿上一個裝備 不同的裝備有不同的功能 有的可以增加兵團人數 有的可以瞬間復活兵團 考慮兵種與道具之間的搭配 又是這款遊戲的另一大課題 然而每個島嶼上每一場守護戰役 最多就只能派出四組兵團 但兵團的數量依然可以繼續獲得 所以這款遊戲就有一個很有趣的機制 我稱呼它為縮圈 這個縮圈機制就是啊 遊戲中除了把島嶼視為關卡之外 實際上它有加入回合制系統 每一個回合一個兵團只有一次行動值 例如你把A兵團派去保護這個島嶼 結束之後你沒有辦法繼續使用A兵團 你必須選擇下一個回合 A兵團才會回復行動值 而每個回合結束 左邊的地圖就會出現限制範圍 那些被限制的島嶼啊 你就不能回去了 即使那個島嶼你還沒有玩到 甚至上面有道具 都會就此錯過 所以考慮往右邊移動的路徑 也是這款遊戲有趣的地方之一 那剛剛提到兵團的數量可以更多 當你有八個兵團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一個回合之內 分別派出四個兵團 在兩個島嶼上進行保護 透過這樣的方式 在同一回合內取得最多的資源 避免自己的資源都還沒有拿到 就被地圖的縮圈給吃掉 講到這裡都還沒有講到實際的保護方式 也就是遊戲的玩法 這款遊戲是即時戰略遊戲 如果各位有玩過世紀帝國啊 可能會比較好理解 你就當成你有四組四兵需要控制 並且已經設定好四組群組了 另外移動沒有那麼自由 而是以格子的方式選擇位置 那麼就是這款遊戲了 當我們在島嶼上的時候啊 可以指定兵團移動到我們想要的位置 沒有辦法選擇固守員為什麼的 他們就是看到人就打 而敵人會搭船從四面八方攻擊過來 我們就可以針對敵人上岸的位置 來指揮兵團進行攻擊 例如可以利用工兵放在地形高處進行攻擊 或是槍兵卡在山道上守住位置 步兵的高機動高防禦來打白刃戰 這就是這款遊戲整體的精髓 但要注意敵人的兵種比我們的還多喔 我們也需要針對不同的兵種來進行分派 要是指派錯誤很容易就會直接滅團 而這個滅團就要來說到這款遊戲的系統了 如果你沒有更改遊戲初始的設定 那麼當你的兵團整隊都被打爆了 那麼這個兵團就會直接從你現有的遊戲紀錄中消失 也就是你在面對未來的戰役都會直接少一個兵團 不論在這個兵團身上花了多少金幣 你都一個都拿不回來 為了避免這樣的狀況 除了分配好位置之外 另外這款遊戲還有另外兩個系統 恢復與逃跑 每個島嶼上都會有房子 我們可以選擇恢復 把人數剩下很少的兵團放到房子當中 等待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人數就會恢復 前提是 你要在少了一組人馬的狀況下守住島嶼 另外敵人攻擊過來都是搭船來的 只要你至少打倒一組敵人 就可以讓你的士兵搭著敵人的船逃跑 雖然不能獲得島上的資源 但至少不會永久消失 這款遊戲大概的簡單介紹就是這樣 實際上這款遊戲需要思考的東西很多 加上它是即時戰略遊戲 有時候一個判斷失誤 很有可能就會影響全局 又或是捨不得其中一間房子 導致你全盤皆輸 這樣的狀況真的是層出不窮 一款2018年就推出的遊戲 到2020年的現在 我們來看看它在系統上做了哪些調整 以及它的DLC內容又會是什麼吧 剛剛提到開頭會給你兩組冰團 每個冰團都有一個頭像圖片表示 在過去我玩的時候 這個頭像開始是隨機的 你不能選擇 而目前的版本當中 你可以在創立新遊戲的時候 選擇自己初始的冰團頭像 不過遊戲中獲得的就沒有辦法選擇了 但其實頭像長什麼樣子並沒有差 這個設計算是讓會介意的人 滿足了他們的挑選慾望 而開始遊戲之後的介面也跟當初不同 整體的介面看起來更加直觀與人性化 我在當初購買遊玩的時候 由於系統的UI介面沒有太好懂 我確實花了一點時間上手 而新版本的介面就更加友善 地圖的設定上 在原本的遊戲當中 並不會顯示島嶼上會面對哪些敵人 而更新之後的版本可以在島嶼上 看到預計會出現的敵人的頭像 讓玩家在排兵佈陣上有更好的安排 最影響遊戲的莫過於冰種了 除了一開始的冰團是原始的之外 在遊戲中獲得的冰團都會有專屬的特性 不同的特性會有不同的幫助 有些可以減少技能升級費用 有些可以增加冰團攻擊預炫 讓整體的遊戲變得更加豐富 在冰團的捨棄與安排上 遊戲充滿了更多的可玩性 另外在開始遊戲的時候 還可以選擇能夠重新開始關卡 開啟了這個功能之後 就讓玩起來的緊張感不會那麼強烈 要是真的冰團滅團了啦 頂多就是重新開始就好 對新玩家來說友善不少 除了遊玩中的系統之外 遊戲也加入了收藏要素 只要你有使用過冰種獲得過道具 遇到新的敵人等等 都會在開始介面中的圖鑑可以看到 讓玩家多了收集圖鑑的樂趣 2018年到2020年的現在 整體它的系統改變大概就是這樣 雖然在遊戲的大架構上並沒有改變 但很明顯的可以感受出來 遊戲的小細節做得更加完善 而這些小細節 卻會影響整體的遊戲體驗與方向 讓玩家在思考上有更多的空間 如果說當初我玩到這款遊戲 我覺得它是一款簡化的即時戰略遊戲 那麼現在玩到這款遊戲 我會覺得它是即時戰略的另外一條路 並且這條路讓沒有選手夢的輕度玩家 可以更加的樂在其中 我有打開我過去的遊戲紀錄 已經要全破的遊戲紀錄 系統並沒有把更新的內容套用到原本的紀錄當中 也因此我當初的冰種依然是沒有特性的 如果是以前有玩過 現在想要再次拿出來玩的玩家 那麼建議還是要開一個新的遊戲紀錄來玩會比較好 可以更加享受到遊戲公司的用心 最一開始有提到這款遊戲有DLC 我這次也把DLC買下來跟大家分享 我看了一下DLC的名稱 我再猜應該是人物的頭像會有增加 但買了之後打開才發現 原來是讓所有的角色增加王冠啊 我為了讓你們帶王冠多花了100塊台幣啊 這100塊我還不如去買個塑膠王冠帶在我的頭上 我可能都還比較爽 不過主要也是我自己沒有看懂就把它買下來了 而且以價格來說 比起某些其他遊戲的DLC也好上不少 所以就看各位有沒有想要帶著王冠玩遊戲了啦 Bad North嚴酷北境 是我做影片到現在詢問度最高的遊戲 除了讀取時間有時候有點長以外 我對這款遊戲並沒有其他的負面評價 為什麼我會很關注獨立遊戲的新聞 或許也是因為我常常在獨立遊戲中發現驚喜 例如這款嚴酷北境就是如此 這次的Bad North嚴酷北境遊戲再次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 拜託各位別再問我這是什麼遊戲了 真的很好玩 喜歡的玩家買就對了 然後把這款遊戲分享給你所有喜歡這種類型的朋友 記住這間遊戲公司的名字 以後說不定他們還會帶給我們驚喜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下次來看就好 我是刺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